在本影片中我们将与您分享交易试图中最好的免费机器学习指标 这些指标可以帮助您提高市场获胜率 并提供有关市场动态的宝贵见解 访问这些指标将为您提供比其他人更有利的优势 并且分享每个指标的弱点和优点 以及如何最好的利用它们来帮助您提高盈利能力 如果你对本次影片内容感兴趣 你只要点击订阅按钮并观看到最后 欢迎来到交易研究院 本期将分享Trading View上最好的两个人工智能交易指标 该指标是用于外汇、股市、期货、贵金属、加密货币 或其他参与者众多的金融衍生商品 第一个指标是Machine Learning K&A Based Strategy Update 我们在技术指标栏位搜寻 Machine Learning K&A Based Strategy Update 该指标使用称为最近领居的机器学习技术进行编程 并提供这些买卖标签以帮助识别 如果我们碰巧处于一个区间波动的市场中 该指标将表现得非常好 因为它试图非常快速地抓住反转的开始 在市场完全转变之前就会出现讯号指标 有时会提供这些错误的早期讯号 因此在使用该指标时 最好将其移动平均线趋势检测工具使用 对于想要快速进出市场以获得快速利润的人来说 它是理想的选择 我们来看一些简单的例子 以太币对美元15分钟级别图表 进行多单的规则说明 第一根机器学习指标印出一个向上的箭头 第二K线收盘价位于144均线之上 全部条件符合后 对应到的K棒 就是我们要找的关键K棒 关键K棒的收盘价就是我们要找的进场点位 尺寸设置在关键K棒下方的摆动低点 盈利按风险回报比1比2方式来进行设置 最终在这里击中了我们的盈利目标 同时也帮我们过滤这些空单假讯号 进行空单的规则说明 第一根机器学习指标印出一个向下的箭头 第二K线收盘价位于144均线之下 全部条件符合后 定到的K棒 就是我们要找的关键K棒 关键K棒的收盘价就是我们要找的进场点位 尺寸设置在关键K棒上方的摆动高点 盈利按风险回报比1比2方式来进行设置 最终在这里击中了我们的盈利目标 同时也帮我们过滤这些多单假讯号 因此该指标适合短期交易 如果您希望快速进出市场 这对您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指标 但缺点是该指标在维持长期趋势方面表现不佳 并且有时该指标会在市场中重新绘制讯号 第二个指标是 SuperTran AI Cluster & Luxor Go 我们在技术指标栏位搜悬 SuperTran AI Cluster & Luxor Go 该指标针对长期和短期交易的混合进行了最佳化 还可以轻松地针对不同的市场条件 为这些看涨和看跌标签提供每个标签的投票值 以表示预测结果的可能性有多大 数值越高 预测正确的可能性就越高 我们可以看到 指标也为蜡烛提供颜色渐变 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趋势有多强或多弱 价格上方或下方形成的线充当入场的追踪停损 因此一旦我们进入仓位 我们就可以用这些线移动止损 这样如果我们将此指标与跟机器学习进行比较 我们可以获得更好的进场方向以及趋势跟随 该指标还有一个扩展指标搭配使用 我们在技术指标栏位搜选 AI SuperTran Cluster & Luxor Go 它利用了可以捐职巨类 给出的看涨看跌的共识震荡器 可以帮助您进一步了解市场动态 当共识线大于零水平线上方 且出现绿色因子表示强烈的上涨势头 相反当共识线小于零水平线下方 且出现红色因子表示强烈的下跌势头 让我们来看看结合这两个指标的交易例子 比特币对美元30分钟级别图表 进行多单的规则说明 第一是SuperTran AI指标印出一个向上的箭头 第二共识震荡器的共识线大于零水平 全部条件符合后 对应到的K棒就是我们要找的关键K棒 关键K棒的收盘价 就是我们要找的进场点位 止损设置在关键K棒下方的摆动低点 盈利按风险回报比1比2方式来进行设置 最终在这里击中了我们的盈利目标 进行空单的规则说明 第一SuperTran AI指标印出一个向下的箭头 第二共识震荡器的共识线小于零水平 全部条件符合后 对应到的K棒 就是我们要找的关键K棒 关键K棒的收盘价 就是我们要找的进场点位 止损设置在关键K棒上方的摆动高点 盈利按风险回报比1比2方式来进行设置 最终在这里击中了我们的盈利目标 因此 该指标是和趋势跟随交易 它能很好的识别趋势的准确进入点位 搭配供实现震荡器 确实能更好地过滤假讯号 并且该指标不会重新绘制信号 但缺点是 该指标在震荡周期方面表现不佳 我希望您喜欢有关这些顶级人工智能指标极其用力的影片 机器学习是下一个眼镜和技术分析 这些工具将帮助我们更好预测价格的走势 因此 了解该领域的最新版本非常重要 你或许可以增加交易量指标或支持压力位等 以提高这些指标的性能 就是这样 我希望您从这个视频中学到一些东西 不要忘记订阅分享并喜欢它 以支持我为您带来更多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